我們再說明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那今天的話因為最後是上課 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那個 這個第五個單元檢視與參照 那上個禮拜有講到有一個部分 就是那個人事考評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其實不是太複雜 裡面大概就是切割你需要的資料 那前面我們還有講到有關那個什麼 黑名單篩選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大樂透 等等的 那回去的話因為這部分 還牽涉到有關這個VBA程式 所以請各位回去再參照一下 另外我有提到一個有關大樂透部分 因為這個複雜度其實還蠻高的 如果有興趣同學 不妨可以實施 裡面的話有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透過VBA做所謂的網路爬蟲 那這個部分的話算是基本的爬蟲功能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那當然為什麼需要學習爬蟲 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說 因為你網頁上面或網路上 或雲端上面的資料太過龐大 那如果假如你不會用爬蟲來取得資料的話 那當然將來你會需要很多利器是做複製貼帳的動作 比如說像這個是大樂透歷年來的相關資料 那你會發現它裡面 總共的業數總共有這麼多頁 1到62頁 那當然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不要土法煉鋼 因為裡面的號碼上面其實都有啦 這是等於歷年來開出的號碼 那我之前講過一定是 它這個格式就是一個儲存格 裡面就是年、月、日、加上星期期 然後呢6個號碼 中間加豆點 加一個特別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能夠 把這些資料一鍵完成的話 那需要做哪些事情 這個上禮拜有提到啦 不過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重點基本上呢 第一個就是去告訴它說你的網址在哪裡 那其實基本上這邊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呢 基本上就是去下載 那個所謂的網路上面的 這個某個網址的資料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那UIL後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它的網址 你會發現喔 這個網址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網址 複製貼到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OK 那它就會自動幫我把資料取得 並且放在它的A1 那假如你現在執行這一段程式的話 它只會取得什麼 indage page等於1啦 就第一頁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有62頁對不對 那其實喔 你大概就要改兩個地方 所以喔 把這一段改成這一段 要批次 那哪些地方要改啦 其實喔 不外乎就改會變的部分 第一個的話呢 indage page等於1的話 那就是第一頁嘛 如果第二頁的話呢 那indage page等於2嘛 有沒有 那第三頁是類推 所以其實我們是可以動態的把這個變更 所以這個這邊大概有答案啦 你們如果回去有興趣同學喔 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就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62有沒有 然後它就會一頁抓完換下一頁換下一頁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它放一定是放A1 可是呢 如果你每一次都放A1的話呢 那你第二頁的資料喔 它基本上會把它蓋過去啦 不過後來發現它不會 它好像是蓋 然後會把原來的資料往右移動 所以變成說 全部都會列在一個同水平的啦 會一直往右擠過去 它不會把它蓋掉 那可是如果你不希望發生就是 一直往右移動的話 那恐怕就是說 你將來下載的資料呢 第一次放range的A1 沒錯 那第二次的話就往下放 那往下放怎麼放 其實這邊有一個邏輯 判斷如果第一次的話 那R等於1 就是放A1 如果第二次以後的話呢 就像要追蹤啦 大概就這樣 就是可以把那個P次的資料給下載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爬蟲啦 那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不希望土法鏈鋼 慢慢去抓資料 可以用這個部分 這個我在原端 另外還有其他的話 那因為下載完資料 還有一些不完整的問題 那所以後面還要做很多事情 都在底下 因為這一題 其實複雜度還蠻高的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這已經算進階的範疇了 自己回去再試試看 OK 因為像這些東西 如果你能力提升的話 當然 第一個可以 可以就是 可以看得到就是 你可以快速的把大量的資料 從網路上撈下來 OK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他還有像什麼 樂透彩 比如說你要排一個 一到七名的部分 上禮拜有提到 甚至按照一到七名去做排列 我有講到 雖然說有兩種寫法 但是你會發現第二種好像蠻高明的 有沒有 直接就放哪個位置 對 寫法的話 所以 程式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取決於說你怎麼去思考那個邏輯 寫出來的程式那就會不一樣 所以還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有把那個相關的程式放在這邊 樂透彩的程式 上個禮拜講到那個前七名要列出來的寫法 就在底下 這邊有這個相關的前七名的寫法 比如說方法一 我不是寫這樣 後來就想到 那如果我不這樣寫的話 另外方法二 更簡短 直接放在他將來 第幾名的位置加一就好了 因為第一列是藍名嘛 把他往下放 所以基本上你就寫這樣子 相對的就簡單許多 OK 反正大概就這樣 其實衍生 可以寫的方法很多啦 那你想說 為什麼要這樣寫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要去思考有沒有更 什麼 更簡短 或者是說呢 你更好理解的寫法 也就是說這個程式 提供給各位當成參考 那最好是說 你理解過之後 你可以改寫成 你比較習慣的寫法 都沒關係 也就是我一直強調 那個程式不見得一定要 完全跟我的程式一模一樣 最好是 你可以用你的邏輯去思考 寫出來程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你想出來的 你就會覺得 你一看就會覺得很親切 因為你會覺得那個邏輯 對我知道 但如果是別人 像你抄我的程式的話 你會覺得 怎麼感覺好像老師的程式 好像我有點相容性不是那麼好 你會覺得說 到底老師這個程式 為什麼要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邏輯 所以變成你們要 好像要變成倒過來要了解我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呢 再去了解這個程式 才知道原來老師是這樣寫的 對 那當然有時候如果 真的 所以有時候我看別人程式 我說有時候真的蠻怎麼講 看很久啦 說真的 反而不如自己重新寫過 來得順手 OK 但可能還是需要花時間啦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先模仿 模仿完熟練之後呢 可以慢慢再跳脫出來 然後去思考 有沒有別的寫法 那當然啦 我建議啦 不要怕寫錯啦 寫錯一定是絕對會的 像我這些程式不知道錯多少次了 錯個一百次兩百 一千次都有可能了 對不對 但是呢 就是改最後正確是OK 就對了 不可能說你一次程式就要寫的完全正確 那不可能啦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人事考評的跨欄的部分 那上個禮拜我們最後有開啟那個人事考評 那總共的話有住專、領主、辦事員跟助理員 總共會有這四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呢 假設我們今天做完住專 有住專部分的話 那我要把它改成VBA 那VBA的寫法不外乎就是說 我今天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考評 那比如說呢 我把它做成按鈕的話 這應該之前都有講過 那比如說一個考評好了 我先把那個做好的結果 先DEMO一下 另外的話 再來就是思考跨工作表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第一個啦 我是習慣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按鈕 我習慣拿這個來複製貼過來 那這個再按右鍵 去重新修改這個叫清除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重新再去產生一個按鈕的話 兩個不可能長得一模一樣 OK 如果說你還要再去調整它的大小的話 倒不如你拿這個複製貼來改就好了 清除 然後按考評也有出現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這些公式都已經寫好了 OK 如果假設這些公式都寫好了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可以一次快速就兩個按鈕 以後的話不用重做了 我就直接按下去 它馬上就清掉了 然後下一次資料更新過之後 我再按考評 資料又OK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其實這有點是複習啦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這邊的公式 這幾個我們上禮拜好像有講到 如果一些細節假如拍清楚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第四、第五個單元 這個應該是人事考評這裡 人事考評應該是往下 在這裡 那上面都有公式啦 OK 那我們上禮拜這個地方有細部講嗎 有嗎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查啦 也就是比如說我今天要查單位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編號 所以這三個有沒有怎麼來的 基本上就是從108查到單位 那組別的話就是A 查到這個組別 那升等的話就是第一個字 1查到這個 升等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 需要先從編號先切割 切資料 那怎麼切割 當然不外乎用mid middle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升等比較 因為它最右邊 所以你可以用laps 取一個字 但是laps這個地方 最容易發生問題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你用laps 假如說 這個地方 我們插入那個laps的話 那會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你取得的 因為laps它是文字類的函數 然後所以它把它當文字 取一個字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1 那如果說呢 我要去查升等的話 升等特別之後 它這個表格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表格 其實它已經幫我們定義好了啦 你不用再重新定義了 至於它怎麼定義很簡單嘛 如果你要定義這個名稱叫升等的話 我前面也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 直接在哪裡呢 在這個上面有沒有 輸入它的名稱 Enter就好了 那以後的話呢 這個範圍名稱呢 就叫做升等 OK 這個叫定義名稱喔 OK 那如果你要存取它 記得用什麼 F3 有沒有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叫出這個的話 你就按F3 那這個就所謂的用定義名稱 我一直強調定義名稱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它跟資料庫還蠻像的 而且另外以後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用定義名稱的好處 就是那個公式比較簡短 而且不會有雙引號 對不對 不會有雙引號呢 那你就不需要取代 成兩個雙引號了 所以呢 如果定義名稱配合VBA 也會更簡單 OK 這點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1 再跟什麼 如果假設我用它查到的這個1 去比對什麼 所以我把這個剪下來 插入那個什麼 查詢與參照 找到V欄數的話 那它V欄數會需要問你三個問題 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要查什麼 lookup value 就是你要查的資料告訴我一下 我要查 你幫我查一下1 在哪裡呢 在升等裡面 所以按F3 所以升等這邊就有了 那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它已經幫我們做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 選好在名稱方塊上面 輸入升等 Enter就可以了 以後這邊就跳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配合什麼 F3 用升等兩個字 就可以代表剛剛那個範圍 那我是比較建議說以後 如果你的那個範圍很大 一定要用第一名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那個範圍 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我們不在同一個工作 我都建議你可以用第一名字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跨另外工作表的話 那個將來出現的公司會很冗長 有沒有 很容易發生錯誤 但是這個不會 那第一名字好處 第一個 名稱有意義 第二個的話 名稱簡短 第三個的話 也不用管要加錢不加錢 因為它那個範圍就固定了 你不用再加什麼 一定要把它錢符號鎖起來 不用 所以其實 第一名稱的優點其實還蠻多的 那第二個的話 要查什麼 查 查 筆一定是筆 特別是說 筆這個範圍 這個table table值得是這個table 的第一個欄位 一定是第一個欄位 那這個問題是Color Index 就是你COL是Color 是藍 Indeed Number是第幾 意思是說第幾藍的意思 那我要把第二藍的資料幫我帶 所以這邊輸入2 Range Lookup是什麼 那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啊 如果你輸入1就是要 如果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1 那你就幫我找2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要不要 如果你如果假設不要的話 你就輸入0 0就是不要 你就一定要幫我找完全一樣的 那這邊輸入2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我查出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 為什麼它出現什麼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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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了 那N的話就是Nut A的話就Available Nut Available 意思是查不到的意思 為什麼查不到 其實就剛剛我們看到的 哪裡呢 特別注意哦 這個1有沒有 是要查的 你幫我查1 去哪邊查 去這邊查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什麼大瓜壺 大瓜壺就是一個陣列 那第一藍就放這裡 第一藍、第二藍、第一藍、第二藍 那第一藍的話你會發現 以後喔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自己稍微眼睛瞄一下 兩個有沒有一樣 看起來好像一樣都1嘛 但是有一個地方很不一樣 哪個地方 這個什麼 這個是文字1 有沒有看到 前後有雙 這個敏銳度一定要有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跟這個1 是不相等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一定要非常非常敏銳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就是查詢結果 就怎麼查就查不出來 然後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 我明明看到都一樣的資料 為什麼我怎麼查都查不出來 那你其實你妙一下 其實你就有答案了 你的什麼 心態不一樣 有沒有 這個是很常見的問題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好像真的 就比較沒有那種 資料型態的概念 其實資料型態在程式設計裡面用很多 所以如果假如你對那個資料型態 這個概念不清楚的話 那將來如果你要學程式 那更是會有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雖然眼睛看到都是1 但實際上兩個1是不一樣的1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這個怎麼樣 轉換成數字1 轉換方法還記得吧 用什麼 把這個1怎麼變成數字1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講過有沒有 在第一次上課 就有講到 哪一個呢 就Value嘛 對啊 Value 所以我們自己打一下 Value 那我是建議喔 真的以後如果我們這些 這個課大概有結束了一天啊 可是喔 後面我是建議喔 你們一定還是要花一點力氣 在哪裡 每個函數 都去稍微瞄一下 到底呢 每個函數做什麼用 盡量做個筆記喔 250幾個函數喔 因為呢 哪個時候需要哪一個功能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大概知道哪一些函數 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作用的話 那你就可以馬上聯想 有沒有 像Value如果你會 那你馬上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按個確定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向下填滿 那就不會發生問題了 OK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部分喔 我上一方講 就是這個層 這個把它轉換嘛 因為假是烤7 那轉換之後的話 它就85分 加上85分 再加上A-也是烤平 也是85分 那記得這邊多一個刮弧喔 因為要先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邊一定是刮弧 再去除以3 這個刮弧如果沒有加上去的話 那它會先除 再加 那就錯啦 OK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蠻常遇到的錯誤 那其他大概就是這些把它做出來 OK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這個做完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轉成VBA 轉VBA的話呢 不外乎就是說 先清除 然後把這個公式再丟回去 讓它可以RUN出來 結果 OK 那目前當然我們還沒跨工作表 我們就一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跨工作表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